黄套,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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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套,哎呀,我的天呐,这跟着我妈对开的,这是要,嗯,嗯,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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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嘛,你,哎呀, 饭了,不省捏捏的,哎呀,然后现在黄套跑到我叔家的那个方向去了啊,我估计他去找小熊去了啊,就是这样,我妈这个拿着东西啊,去地里有事啊,然后这个黄套啊,本来我是放他出来玩的不讲,但是没有说让他和我妈一起,谁知道这家伙看着时机开门的一瞬间,就跑到和我妈一起,然后的话就是,哎呀,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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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这火不咬脸的,关键的啊,我实际单独放你出来玩的,但是也不就说叫你跟着他里车啊,对不对,你叫弄得吓一天啊,就是这样,没有说让他跟车,就是单独放他出来玩啊,就是放这个狗,单独出来还应该还好,对吧,就是这样,你跑跑吧,去吧,哎呀,就是喜欢乱叫啊, 让他跑跑吧,然后顺便一起到,看看后面啊,看看后面的地啊,后面的交地啊,就是这样,嗯,走,走,后面的麦子啊,已经全部都,全部都,割完了啊,大家看看,哦,你天哪,啊, 一路火花在闪电啊,黄豆出场啊,一路火花在闪电,对开啊,就是这样,哦,去,哎呀,看看猛不猛,就问猛不猛,谁家的大将啊,哈哈哈哈,我去,哎呀,这我前面大伯家的那个狗,黄豆,你,你真猛,你都啊,我这黄豆好猛啊,我这第一次发现啊,你真猛啊, 你相信他,他兄弟一块欺负你,对你,啊,你这家伙很吊胆的,啊,吊胆的哼,这伙,嗯,放他出来跑跑玩玩,哇去,那地流都是水啊,你给我主意,啊,哇去,他地里都在浇水啊,这边地里都有水啊,看到吗,地里都有水,哇去,这家伙,对他老猛啊,你跑跑吧,去吧, 跑跑跑跑,去吧,今天单独放他出来啊,就是单独让他玩的,让他跑的,就是这样,发泄发泄他的精力啊,希望他在家里面能够安,安生一些,就是这样,哦,哇去,他又去追那狗狗去了,哇去,他真懵,你,你那么懵干啥的呀,黄豆,啊,你小心人家,未堆都见你啊,人家家可是也有 还不只专手骑的,发生能够了,我跟你说,哎呀,你快粘人家家里钞,你家伙又是懵得很大,大家看看,啊,你现在这小黄豆也是一个,一人猛将啊,看,啊,就是这样,快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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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泡着我弯去吧 嗯 啊 行秋 哈哈哈哈 他一脚铁市民也开歪了 你从人家讲 啥不得得 走走走走 你我看见万不懂你自己越狗 会牙巴 他一个狗也不行啊 这个狗啊虽然没啥脑子啊 但是他的话是比较 还是比较依赖人的吧 就是这样 走走走走 如果说家里面有什么 就是说有人能够带着他的话 带着他玩他玩的挺厉害 现在没有狗带着他 所以他就比较 肆无忌惮 但是他就跟在人旁边 也不会跑太远 就是这样 需要狗带着他 如果有笨笨就好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到家了 门关住了 哎呀 放兜啊 不能爽目给你机会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就是这样 给他机会不中用啊 好了 不要不要发这扫音啊 嗯 嗯 好了 把这个打开让其他这几个啊 其他这几个在院子里面跑跑得了 嗯 今天为啥单独放这个黄豆出去玩呢 是因为黄豆对吧 小黑对吧 然后他们就是只有下午的时间有空前的时间 他们在这个这个里面嘛 对吧 我觉得平常比较憋屈嘛 所以的话分开放啊 分开放黄豆小黑出去跑跑玩玩啊 今天是黄豆啊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就没想到 属实是跑不开啊 放不开啊 虽然他对吧 看着好像肆无忌惮不受控制一样 其实还是就在我周围活动啊 也不会跑太远啊 这个狗就是这样的 嗯 如果如果是小花的话大概率也是这样 小黑的话大概率也是这样 除了笨们就不一样了 笨们真是撒开鸭子跑啊 他不管你在哪啊 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有笨们放他们出去 那他就要跟着笨们跑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都说啊 笨们是有大将之才的啊 这个很多之前讨厌笨们的粉丝 还说不是的啊 说笨们是讨厌鬼 对吧 贪吃鬼 其实不是的啊 这些狗里面 笨们是能够领着他们真正 对吧 娱乐起来的一个毛孩子啊 就是这样 就能够娱乐happy 对吧 其他他们的话 他们不知道咋玩的 就是这样 这我白白放出去 对吧 我感觉他也没有跑多远 就 就就这样 玩不开放不开 是这样的啊 出了笨本 今天又点名笨本了啊 今天又点名笨本了啊 哎呀呀呀 好了好了 哇 这一巴了 我干湿了啊 就是这样 嗯 我真把垃圾通 虽然把垃圾通了 我晃走 不能把垃圾通了啊 嗯 真是果粉 嗯 然后那个行军床 虽然啊 他们把它给扒的不成样子了啊 但能发现这几个毛孩子空了还是会躺在那上面休息的啊 所以暂时新的没有到之前那个行军床然后就暂时不给他们拉出来了等到新的到了啊 再给你们拉出来啊 给他们换上就是这样 黄刀咱被拔垃圾了 容容 我执你大爷 啊 叫你出去万你万不切 拔垃圾通你倒是很宰行 就是这样啊 嗯 嗯 然后的话等到明天我会带这个谁啊 哎呦 你真是我搜到那你尿到那 明天我会带这个 毛豆啊 到时候去给他的毛给他去剃一下啊 去打一下疫苗啊 就是这样家里现在就剩毛豆了啊 就是这样 因为他一直在楼上生活啊 在一般安排任何事情啊 都是安排妥当之后啊 再带他去的啊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期待吧 我们期待一下到时候啥样子 就是这样 嗯 因为现在农忙基本上结束了啊 结束了的话 然后 呃 刚好也赶到周一啊 周一那边重垫那边的人 顾客啥的都会比较少一点啊 所以的话 就星期一去吧 刚好把毛豆弄的美美的啊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到时候毛豆啊 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就明天去了 就是这样 嗯